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分享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GitPod GitHub完美的云顿IDE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如何使用云顿IDE 对GitHub的代码库进行编辑和管理 好 咱们马上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今后不再使用VSCode了 咱们使用GitPod 就能够帮咱们管理GitHub上面的代码 该怎么做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GitPod它的官网 这是我最近发现一个工具 真的是挺好用 咱们看一看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官网 这个地方说了 点击一次就可以使用的在线ID 它可以管理咱们的GitHub以及GitLab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用GitHub比较多 所以说今天的演示 我就基于GitHub给您演示 好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首先说GitHub这个工具有哪些个使用方式 其实很简单 就三种 咱们看一下 第一 URL前缀 第二 浏览器扩展 第三 GitHub的APP的应用程序 其实这三个使用方式 在它的官网都有介绍 咱们看一下 往下走一点 官网做也挺不错 大家看看这个地方 有三个使用方式 第一 URL前缀 也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GitHub的这个酷URL之前 加上这个GitPod的前缀 就能够在线编辑使用 第二 浏览器扩展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GitPod的按钮 今天我给您演示这个方式 第三 是GitHub APP 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用这个GitHub的这个工具 管理咱们GitHub库的话 那么咱们需要给它一个授权 授权什么 授权它可以存取咱们GitHub上面的所有的文件 对不对 好 那么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有叫做 右上角啊 有叫做GoToAPP 咱们在这个地方进行login 因为我现在已经login成功了嘛 所以说我直接就进来了 对吧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那这个地方会提示您 使用GitHub或GitLab的账号进行登录 并且授权 好吧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提示 您呢 只要登录login一下 一般咱们大家都有这个GitHub 或是GitLab的账号 对吧 您只要登录一下授权 就可以使用 好 具体来说 该怎么使用它呢 我今天呢 就给您演示一下 我的GitHub代码库 看看都该怎么具体的使用 咱们马上开始啊 好 咱们大家看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的GitHub 对吧 我平时就在这个画面 进行我的这个代码的 包括这个Git库的管理啊 好 那咱们该怎么做 首先咱们先进一个 我现成的库啊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小马学生机 大家请看这地方 多了一个新按钮吗 以前是没有的 对不对 因为我对它授权了 所以这地方多了一个 使用GitPost 对它进行编辑的按钮 但今天我不想动我现有库啊 咱们从零开始 咱们建一个新库好不好 好 那咱们开始啊 我建一个新库 这个库的名字 咱们就叫做 test for gitpod 可以吧 gitpod test 可以吧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这个 免费的账号 对吧 或者说免费的cos 所以说这地方呢 我不能够选择私有库 因为免费的cos呢 我不能够编辑 我GitHub上面的私有库 咱们只能编辑公共库库 如果您是这个 gitpod的收费账号 那您可以编辑私有库嘛 对吧 这是一个小的地方啊 然后这天我挑上一个readme的文件 没问题吧 然后这地方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说明 我可以使用gitpod的这个工具 来管理我的gitHub库 好吧 这个地方咱们把它挑上 说明已经授权啊 好 那咱们建立这个库 好 大家请看 建立完成之后 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库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gitpod按钮 咱们点击它进入 也就是说 我并不把它拿到我本地使用VSCode进行编辑 而是使用云端的IDE对它进行编辑 因为gitpod它使用是Docker的技术 对吧 其实它是在服务器端给咱们用Docker建立的一个虚拟机 同时启动IDE 这个IDE非常非常的像 大家请看 非常非常的像 VSCode 对不对 非常像 然后这地方呢 它其实是一个Docker的这个Linux库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给咱提供一个这个命令行模式 中断模式 大家请看 它用的是Disco 这个是Ubuntu 19.04 最新的版本 对不对 对咱们这个git普京管理 这样咱们看起来 大家请看 像不像VSCode 非常的像 对不对 比如说我编辑这个Redmi文件 进来之后就可以编辑 比如说我敲一个 I love git code 没有问题吧 然后存盘 我觉得键盘有点问题 好 存盘成功 咱们再试一下 我的键盘好像这个输入法有点问题 因为我现在这个输入法 有时这个日文键盘 跟这个中文键盘有点冲突 咱们再来一遍 I like this too Ctrl S 存了 刚才Ctrl S有点问题 好 存完之后咱们怎么办 咱们像一般使用git cool的方式一样 进行提交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我先清一下屏 咱们敲git 这个有点小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调大 因为它是浏览器的东西 一般是我如果是本地的中端 我可以调 大家请看 我用这个git status 看一下我本地编辑文件 现在我只编辑一个readme 所以这地方出现是一个readme 对吧 咱们git cool怎么用 git add 提交到本地 缓冲区 对吧 然后咱们使用git commit 给一行命令 比如说 我就叫updated 可以吧 这样说明什么 这样咱们再看一下 说明咱们本地编辑了readme 我刚才编辑了两行 对吧 同时把它提交到本地 成功之后 咱们使用git push 推到我的git hub 推完了 推完之后 咱们可以把这个关掉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虚拟机 就是一个doker虚拟机 咱们可以关掉 选择stop 把它关掉 然后把这个也插掉 回到咱们git hub 然后点击刷新 大家请看 刷新过来了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commit 我刚才这个commit也提交过来了 说什么什么 说什么咱们不用把这个git hub库 拿它把它刻冻到本地 编辑完再提交 咱们可以直接使用云端的这个git pull的服务 就可以对咱们的git hub库进行编辑 您说方便不方便 咱们再点击进入 反正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工具 包括它不光是可以编辑文本 还可以编辑一些个 比如python java 都是可以 而且有代码的提示功能 非常的推荐 非常推荐 好久进来 对吧 咱们关掉 是这样 咱们如果点击了git pull之后 它会在服务器上给它们生成一个实例 对吧 比如说咱们选这个stop 把实例停掉 停掉之后 咱们还可以选择这个删除 把这实例删除掉 因为咱们是 虽然是免费的cos 但是这个 这相当于是个工作区 咱们可以建无数个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吧 OK 咱们再回到我的课件的地方 好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收费的plan 云服务有哪些个收费plan呢 三个 第一 大家请看 open source 这个是免费plan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免费的open source plan 它有什么限制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每个月我只能够使用 100个小时 但是呢 可以使用无线工作区 就是说咱可以建多个无线库 对吧 都可以 不过 咱们虽然可以编辑库 但是只能编辑公有库 私有库是不能编辑的 比如说刚才我建的那个库 如果我选择私有 那是不能够用Gitpol进行编辑的 这是它的局限性 好 那如果朋友说 我想编辑私有库该怎么办 那您很简单 走收费plan 比如说第一个收费plan 大家请看 个人plan 这个是什么吧 一个月9美元 也不算很贵 那么它有什么功能 首先看 一个月100个小时的编辑时间 同时无线工作区 也就是无线库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不但可以编辑公有库 同时也可以编辑私有库了 有钱就好办事 不过咱们并不能够做商业的利用 比如说咱们个人编辑 个人开发者 像我个人开发 我可以用它进行编辑管理 都可以 这没有问题 那有朋友说 我们公司一个小团队 五个人十个人 都想用这个Gitpol进行编辑管理 怎么办 那您就不要走个人破烂 走这个终极破烂 这个是一个月39美金 用它 你就可以随便了 团队内都可以用这个在线ID 进行编辑管理 而且本地不用搭环境 什么都是可以 没有问题的 那么它有什么功能 大家请看 无线时间 刚才咱们一个月只能使用100个小时 对不对 它是无线时间 团队商业利用 对吧 同时无线工作区 您可以建多个库都没有问题 另外 共有库私有库也都支持 反正我最近通过接触Gitpol来说 首先它的使用习惯 非常的像BSCODE 这也是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同时它提供这些功能 包括团队之间合作功能 包括和GitHub 包括GitLab 无缝连接的功能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也认为 云端IDE将是今后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最近微软的BSCODE 也提供了online在线版 也是接近云端IDE 但是微软的版本 我看了一下 非常非常的麻烦 还得建这个阿修路账号 然后收费也不便宜 它也相当于在那边做一个虚拟机 就相当于Gitpol里面的Docker虚拟机 是一个感觉 我感觉我比较来这几个在线IDE的服务来说 我认为Gitpol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我今天就做个视频推荐给您 好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GitHub 我认为是GitHub 完美的运动ID的解决方案 推荐给您 希望您能够喜欢 让我的这个客厅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